大家好,我是KonKon 今天想跟大家說的是武漢肺炎 我想說,這個武漢肺炎真的很嚴重 在世界各地已經有確診的個案 在加拿大,多倫多已經有兩宗 而在法庫巴,在今天也有一宗 基本上,全國多倫多,全國加拿大都人心漠漠 很多人都希望效法美國一樣 指定的地方可以讓中國飛機下飛機 然後指定的地方要做武漢肺炎的測試 才可以讓他們過關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暫時整個加拿大都沒有這個 不過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很多人都為了搶購口罩 在整個安達律省 是沒有了口罩,有都超級貴 我想說,我昨天打算去買口罩 然後我發覺,我在一個非常有名的連鎖 藥房那裡,是賣783元港幣 5個口罩 不過那5個就是N95來的 其他藥房,基本上普通的口罩都沒有了 因為外國人本身是不戴口罩的 平時咳到死都不戴口罩 因為你可以這樣說 空氣比較流通一點 然後人流比較少一點 所以平時就算有普通的感冒 很多人都不戴口罩 但是由於這個病 就比較傳染性高 而且我們在加拿大已經確診了3宗 所以那些人就這樣搶了 但是平均如果你說在這個藥房買這個口罩的時候 很多新聞都有買 在整個加拿大平均每一個供應這些口罩的藥房 一個月最多可能都是買20個口罩 但是現在一千上萬的人就是為了去買口罩 如果你有學Econ,你都知道了 Demand and Supply 所以現在短短兩個星期就全個 Ontario都沒有了 我不知道在Vancouver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因為我在Ontario 現在基本上所有人都買不到口罩 希望他們可以快一點回貨 不過我今天想跟大家說的是 你在世界各地買口罩 因為世界各地任何地方都有口罩 世界各地的口罩標準都不同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美國和加拿大口罩的標準是怎樣 以及怎樣才是正確的防止病毒的口罩 如果你在Amazon買口罩的時候 因為口罩在Amazon買的時候 其實我和淘寶差不多 你都是要看留言的留言 有些口罩可能寫著很高防禦力 但原來你看它的細緻 細緻的時候完全沒有在用 就好像之前有很多Youtuber也有說的 買口罩或者你去看Facebook的 一些post都有說的 你買口罩如果買日本 台灣那些 或者在亞洲的口罩 就會寫著這個 PM2.5 這個就是一些微小細菌的口罩 但在美加或者歐洲來說 就沒有這個字 因為它們不是用這個條例去說 這個口罩可以防止多少細菌 通常你會看到這個 BFE和PFE 這個其實跟PM2.5有同工之妙 都是一樣的 都可以防止細菌的口罩 然後呢 如果你在美加買口罩的時候 或者是Made in Canada 這個美加的話 你也可以看另一個東西 叫做ASTM 那個就叫做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這個標準 其實就是一個美國的測試公司 做出來的標準 它裡面是測試很多東西的 所以如果你的口罩 是可以過了這個測試 其實都會有一定的保證 這個測試 就包括會測試 剛才我所說的這個PFE 和這個PFE 這兩個呢 有什麼呢 就是 BFE就是一些微細 三微米的細菌 它都可以過濾走 包括一些 例如 口水的飛沫傳染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 例如 你廁所看到的一些細菌 那些比較 大顆小小的細菌 它就可以清除到 PFE 就是這個 比較小 再小顆一點 微小的細菌 它有0.1至0.5 微米的細菌 它們全部都可以過濾到 其實呢 如果你 買一個口罩 只是說 BFE 它有BFE 可以抵擋95%的口罩 基本上是阻止不到這個病毒 所以你記住 一定要看 起碼要有這個 PFE 這個東西才行 那麼 它也有另一個 Terms 叫做 VFE VFE 更加可以過濾到病毒 其實這個測試 還包括了其他很多東西 例如 它有包括了 左燃的測試 壓力的測試 還有 血液噴出來 可以阻隔到多少 血液的測試 總共是有五項測試 在醫療的口罩裡面 它會有分三種不同的口罩 就是市面上 你可以買的三個Level的口罩 那麼 這個三個Level 是普通的口罩 不算那些 例如N95那些 就是另一個系列的口罩 而在普通的口罩 就是這三個Level 第一個Level 就是 可以阻達到95%的這個 BFE 和PFE 都有Level 2 和Level 3 通常Level 2和Level 3 都是 比較是醫護人員才會買的口罩 但是 其實 如果你有選擇的話 我就建議大家買Level 2的口罩 因為Level 2的口罩 它可以阻擋到98%的細菌 而Level 3 也是差不多 它有四層的保護 然後 但是它是 例如 例如你在醫生 或者是你做一個大型手術的時候 你就需要那隻 類型的口罩 Level 3 也可以買的 但Level 3 相對於Level 2來說 價錢就會貴很多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短短的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有什麼想說 記得在樓下說 或者知道有什麼錯 都可以在樓下說 如果有用的話 記得分享出去 還有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勤洗手 不要觸眼觸鼻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